七宝池下面有沙 好像香港人很喜欢在海滩游泳 下面有海洋的沙 走在上面都挺舒服 《极乐世界》大概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所以他的池底都有沙 这些沙是金沙 纯金 我们现在去周生生 那些银行里面 看那些金 叫做四九足金 对比《极乐世界》的金差得远 《极乐世界》的金才是纯金 纯金 而且是很小很小的沙 他不会坚硬 他很柔软 走在里面 比我们现在走的海沙还要柔软 很舒服 池的四边 大湖的旁边 还有被你散步的道路 四边街道 你不想游泳 可以在旁边散步 领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 这些道路 是金银流离 玻璃合成 有金 黄金 有白银 绿流离就是我们说的绿玉 那些晶莹剔透的玉石 那些水晶 都是天然纯正的 宝物 合成这些道路 你走在上面 而且那个道路 是非常之柔软 好像一个 地毯一样 走下去 有点弹性 你的 感觉非常之好 那我们问了 为什么极乐世界有这么殊胜的环境呢 因为那里的众生 没有烦恼 他们的心地都是清静 所以能够变现出 这样殊胜的环境 当然最重要的是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功德加持 这个 不是靠我们自己福报能够得到的 是阿弥陀佛的福报 是否能够得到的 我们问了 我们 凭什么能够享受到 这么殊胜的环境 那我们的福 收多久的福才能够得到呢 这个不是你的福 不用你自己去收 是阿弥陀佛给你 打的比方来说 你如果一出生 生在皇帝家 做了皇子 是不是你一出生 你的 受用 你的享受 跟皇帝一样 皇帝吃什么 你又可以吃什么 皇帝用什么 你又可以用什么 那个不是你自己赚回来的 不是你打下的天下 是你的老爸 你的 爸爸 皇帝 给你 去极乐世界也是一样 你一去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福报 给你享受 那个不是你自己的福报 所以一去到极乐世界 你的受用 跟佛 跟大菩萨 一样 是一样 你说这个是否属性 那我们说 修行 不是说要以苦为师 你这么奢侈怎么行 这个不是奢侈 这个极乐世界里面所有的环境 所有受用 都是自性性德自然流露 他不是刻意 自性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极乐世界 是法性妥 自性性德之所形成的 下面讲的 池中 莲花 上有流角 这个上面还有保留 这个亭角 大概 这个 大的湖里面 有湖心亭 你可以在里面 头一头 游水游构 在那里蹴一蹴 那个池里面 有莲花 这些莲花 是四色莲花 所谓 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白色白光 赤色赤光 红黄 青白 这四种颜色 是代表四元色 这四种颜色 可以合成无量无边的颜色 它不单是四种颜色 这个莲花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在莲花发生 虽然 在极乐世界 不是父母所生 它不用 不是胎生 是莲花发生 不用受胎育之苦 而且 莲花发生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不会有亲情的执着 没有外别离之苦 这些莲花很大 这些莲花 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众生的 念佛 功德感应来 你发心念佛 极乐世界七宝池就长出莲花 你念佛念得好精进 莲花就越长越大 光色越来越美 到你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就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你往生 所以我们这一生 什么都不要求 求什么呢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求我们在七宝池那堆莲花 又大又美 阿弥陀佛早点来来接我们往生 离乎得乐 所以这个微妙香结的莲花 是代表我们 这个功德 我们的清淨心所成就 今天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做回报 又讲得不妥当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阿弥陀佛 叫阿弥陀佛 还不知道 如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各位菩萨 各位大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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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